主要是利用那個資料從Web這個功能 所以其實從Web 只要你Web上面 另外的話還有注意一點 它一定要是一個table 那所謂的table 我們知道是不是table 其實有時候可能要慢慢了解一下 你要爬取網路資料的話 慢慢還要懂個什麼 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不過原始碼你會發現很複雜 這就是它的原始碼 就是HTML的標籤 那table的話像這個就一個table 小於table 然後一定會有一個大語 這邊是它的一個相關的屬性 結束的話一定會有個結束table 一個頭一個尾在這裡 所以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另外有個TR TR的話就列 TD的話就儲存格 所以假如你要成為一個很厲害的爬蟲高手的話 可能對於HTML語法 還是要稍微有點了解 否則的話要抓資料 可能還是會遇到問題 另外的話還可以學一招 你如果想要知道這個table的話 你可以選取你要找的那個什麼 表格的左上角的儲存格 選取這個日期兩個字 按右鍵有個檢查 檢查的話意思就是說 它會幫你跳到什麼 跳到你目前選取範圍的這個儲存格位置 的什麼呢 那個 如果同學有遇到那個 鎖右鍵這個功能有沒有 那你假設你右鍵出不來 其實你可以在什麼 把那個什麼 把這邊有個叫設定裡面 設定裡面有一個應該往下吧 它有一個叫JavaScript功能 應該是在進階吧 我記得是在進階這邊 進階裡面有一個什麼 JavaScript是不是要被啟動吧 那個功能你就把JavaScript功能關掉 然後你右鍵就出現了 大概是這樣子 或者是說你可以找那個外掛 我另外有抓一個外掛 外掛就是說它有一個開關 按下去 那JavaScript功能關掉了 再按下去 JavaScript功能打開了 你可以找一下那個JavaScript的外掛 就是有些地方 像匹克幫有沒有 所以它網頁就不能選 那這一招就管用了 OK 好 那我剛剛講這個地方 記得這個地方 按右鍵檢查 原始碼在這裡 所以你會放在網上找 它會有一個table在這裡 所以它的table 那如果你想知道它是第幾個table 其實你也可以用Ctrl-F 也可以尋找算第幾個 但這個地方不是重點 我們主要是知道說它有原始碼 所以你將來想要對於爬蟲 更近… 這個… 這個是整個 應該是往下這一層 應該是這個才對 那怎麼知道是這個 你可以發現你游標如果停在這上面 它會讓你知道說 選的是不是你要的這個範圍 它還特別把它做一個 有點像那個… 反白的這個效果出來 OK 好 那… 不過呢 如果你用Query Table 這些暫時都不用知道沒關係 你只要知道這個是 第五個table就可以了 因為錄製聚齊的時候 它也會幫你錄下來 到底是第幾個 我們已經錄製完了 並且我已經把那些不必要的程式給刪掉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就是產生的只要這個 Web Formatting 然後Web Table 大概這兩個吧 最重要是這兩個 把它留下來 OK 然後再來的話 我就把它改成批次了 那怎麼改批次 因為目前只會下載一個 所以如果你現在假如說去Run它的話 那它會跑一個 那所以如果你要跑全部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批次 然後並且把原來這一段有沒有 這一段裡面的程式 把它加一個回圈 那寫法我想應該大家同學應該都會 我這邊改一下 那1的話在上面Enter一下 先把大樂透下載 改成批次兩個字 第二個的話 在這個下一行Enter一下 4i等於1到60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再來的話 按個TAB鍵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一段程式把它拖拉到中間了 並且再按一個TAB讓它下一切 OK 它在這裡面 然後改哪一個地方呢 UIL裡面這一串 indagePage等於1 請你把它改成i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 and 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有沒有 其實用方法 跟之前加那個i的方法一樣 兩個雙引號 然後兩個and 並且把m的前後空開來 就把i串在這裡就對了 所以當它是1的話 就這樣 但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會變成怎麼樣 下載第一個 下載第二個的話 它又放在那怎麼辦呢 它其實不是往下擠 它會往右擠 所以會變成說 所有資料都會最右邊的 OK 所以這個效果不是我們要 那怎麼辦呢 你勢必要把這個地方加一個 也許叫r好了 這好像前面有寫過類似的 那寫在哪裡呢 寫在for回線的下面 加一個邏輯判斷 if什麼呢 當裡面是空的 我習慣用range有沒有 rangeA1 假設裡面是空的有沒有 這個好像前面有寫過 等於空的 空一個rem enter兩下 打一個else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enter一符 判斷一下 如果A1裡面是空的 那是什麼 r等於1 OK 反之的話呢 r等於什麼呢 向下追蹤 所以向下追蹤的話 我從A1向下追蹤好了 我拿這個複字好比較快 向下追蹤 加1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有寫過類似的 還有印象 錢瓜 胡 然後向下追蹤之後的列 記得怎麼樣呢 把它加1 OK 然後再把什麼 把這個destination 這個e delete掉 移到雙引號的外面 空一個and 空一個r 這樣的話 恭喜你就寫完了 有沒有發現 這個寫法好像似乘相似 有印象嗎 有沒有 所以很多地方 大致上 程式寫法都雷同 不外乎就重複 不外乎就是下載的位置 幫它向下追蹤 OK 那這個時候 當然我們把它向下跑 我大概按F8好了 租行跑 r等於1 然後這個時候 indage配置等於1 所以串過來 然後抓裡面的第一個 抓到了 再來下一個 那當然就是 向下追蹤 r的話呢 它就到多少 到92 所以Ctrl向下 有沒有 91 加1 然後再來的話 就抓 這個下一個資料 有沒有 下一個資料就抓到了 可是 這邊的話 還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注意的 我把它全部跑完好了 你會發現 它就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六個 一直到六十個 全部資料呢 通通幫我下載下來了 不過這個資料裡面 有幾個地方 還要再去做修改的 首先第一個 跟這個前面有點類似 日期有沒有 Ctrl F 尋找下一個 尋找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程式之前寫過 所以你可以拿之前的程式 複製貼過來 就搞定了 OK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日期有沒有 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個應該按右鍵嘛 這個儲存的格式 它裡面應該是 恢復成通用吧 按確定 它應該是2020 不是2020 所以其實 我們其實主要抓日期的話 應該怎麼樣呢 應該是把 它的 目前的號碼的下一列 的資料呢 call到上一列來 蓋過去 蓋過去 然後再把下面兩列刪掉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符合我們需要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還要還沒完成喔 還要再把什麼 再把這個 六個號碼怎麼樣 分開來 分到後面的六個儲存格裡面 OK 所以我做一次 其實底下我這邊已經做好了 最後用code好了 就是直接 先刪掉 code 然後就一直跑 跑完之後其實喔 刪除日期列 然後複製日期 就把底下日期 複製到上面去 然後再刪除底下的兩列 並且喔 增加那個中獎號碼 什麼中獎號碼 因為我將來需要 Splitter之後的話 把它call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可能要自己 手動把上面的 藍位名稱增加 然後再做資料剖析 當然你可以用那個 資料剖析錄製的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 之前教的Splitter Splitter切過來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多餘的那一欄刪掉 就是它原來還多一欄就有的刪除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很快的 就把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都下載下來 Ctrl 向下 1797-1 1796期 所以這是所有的大樂透的資料喔 也就是說喔 如果我想知道 目前喔 哪個號碼 歷齡哪個號碼 開獎支度最高 其實就可以從這裡面抓到 請各位試一下喔 剛剛主要喔 把什麼 錄製好的這個精簡的版本 改成P4下載 然後我這邊刪除 我剛剛有講 那複製的話呢 這個可能比較困難 我們待會就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好嗎